当您的女儿十九岁的时候 她开始去找她的 母亲也去找你也是 呃上帝会拯救您的家庭也是 上帝在你的旁边 他在说他想给你一个预言的恩赐 这个是 呃来来去去的随土不服 阿们是的是的确认 呃别人是很像一年才随土不服 呃一两次但是您的是 呃五五六次这样子 是是是是确实就是呃 您之前的老婆是小你好好几岁的 是是他他他是 他不是只是小小你一岁 我看到他小你很多岁 嗯是是 嗯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吧 没有从来没有 他现在还是四十 四十处这样子他他没有 嗯他没有像你这么打 是是 所以预言出这个之前老婆的年龄 只是来告诉您来确认 上帝是会拯救您的家庭 您的 左手 上帝医治您 呃说真的 我还有最少有多三个羽人来给到陶弟兄 但是我要呃 呃停止 然后来服侍到多七十个人 你有一个弟弟 对是的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对吧 对的 我要为你的弟弟祷告也是 如果我没有为他祷告 我看到是一个意外会发生 所以上帝上帝会拯救他 你的弟弟在这个意外里 阿们 我怎样知道是一个弟弟 我看到我们的姐妹穿粉红色的衣服 然后我看到一个男士穿蓝色的衣服 然后比他还更小只 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弟弟 蓝色就是男士对不对 所以上帝就是这样子告诉我的 你的父亲以前不是敬拜祖的 我看到在喝酒 是的 所以你要原谅他 因为从小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喝酒 OK 有时候还对你大喊声 说你过去 当你把这个翻开 然后翻开你的身心 就好了 OK 你在梦里你看到了我 然后 我我在跟你讲很多的话 有说有笑的 是的 所以那个其实不是我来的 那个是 只是圣灵用我的脸 来跟你有说有笑的而已 是的 是的 所以您的呼召是 来看异象 还有教导牧师 知道路加福音有一个女的先知吗 那个女的先知 80多岁了 她拿主约书起来 她说这个孩子是弥赛亚 所以那个就是您的呼召 你的名字已经在天堂上写了下来 你是保证去天堂的 OK 我看到你在喝一杯水 是有颜色的 上帝要你传福音 因为你有你上过一些 很像神学院的那种课程 是的 是的 我平时也是在传福音 然后也受过教会里面 大家一起给主耶稣一个鼓掌 继续这样子做 你会遇到一个团队 是上帝派来的 来跟你一起去传福音 你自己是做不了这个工作的 当上帝派这个团队的时候 不是一个网上的团队 是一个集体上的一个小小的一群人 在大概三个礼拜后你会遇到他们 OK 你的孩子不大理想 他需要得到释放也是 什么方面需要得到释放 您有孩子吗 有我有 您有一个男的吗 我不是我有一个女的 但是我看到他挺在玩手机那种的 他他他最近因为 因为这个之前的疫情 我们没有上学 所以他拍的比较多 你需要为他祷告 因为他的灵力的这方面 越来越像一个男的了 OK OK这个是的是的 他经经常有的时候会说 妈妈我我我感觉 我像男孩子 他有时候会说这样的话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说的预言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是不是一个男的 我没有说你有一个儿子 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语言 我问你是不是一个男的 呃这个就是 预言性 大家有学到东西吗 来拯救 您的女儿 不是需要哎 你还好吗 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的 呃 呃 这样作为一个心理辅导的 的导师这样子 不 圣灵 只是在告诉你 他已经在做什么了 你的女儿圣灵 他会抓住他的灵 来改变 使他得释放了 OK 不是看到一个邪灵离开你的身体 而是我看到圣灵在你的体里了 上帝会使用你来拯救你的家庭的人 你看你的家里的人左右上下你是 那一个基督徒 嗯 你家里面只有我和我母亲是信上帝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讲的 嗯 这个不是一个几个月的事情 我是会看到你会花 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可以 彰显你的自己的护照 所以还不是时候来出去以来讲到 为别人按索 但是两到三年的时间内 圣灵才会透过你的体力来 使用他的 彰显他的荣耀 你的 你的胃不好 呕吐了 差不多一年多 你之前去了一个 一个餐馆 去吃 一些 中餐 然后这个你也是 感觉到你的胃不好也是 嗯 你的脚也是暖的 继续读你的经文 所以你现在是在读 旧约 是的 我这读约伯记 感谢主 继续读着 然后上帝会医治你的 好吧 我怎样知道是旧约 我看到你在 你翻开圣经的时候 是在中间的那一本 这个邪灵在 干扰你 在你的梦里 可以已经出去了 你之前犯的罪 从你16岁开始的时候 之前上帝主面临你的罪 所以现在你在寻找的祝福 不是很远 你需要原谅 这个男人 您有打过胎对吧 是的 所以那个本来是一个男的 您所失去的今年 上帝双倍会祝福您 阿们 这个方言祷告的东东 我们方言祷告就是 说上帝的话语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不是 呃巴拉巴拉的 OK 还有上帝 医治您的 鲁布的时候 那么 呃圣灵的 大能才会 透过你的身体来使用你 有一个天使在你的 你的家里 仅在 呃 黄圈圈 所以你要读四篇三十四 尤其是 第七节 当我看到您的时候 我 我知道 您生出来一个女儿国 这个是一个人造的 家庭的破裂 如果是人造的 如果上帝想医治 他也是要透过 呃 那个人的心 所以 我的建议就是 先自己去到 一个另外一个家 OK 然后 在那里 呃 嗯 渐渐 上帝就会 透过你的周围 然后彰显他的荣耀 给你起始 您的 干了 交通上 你要小心一点 不然会有一个意外发生 你的生命现在 就是 大车去一个地方 仅在城市都来都去 对 您 会 得到一个经济的突破 上帝的旨意 不是 一个东西 一定要 禁食三天 不要跟别人说话 锁自己在一个 旷野里的 山洞里 出来 再给发语言的 不 之前 我是需要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 我知道那个大祭司的衣服放在哪里的 上帝有他的眼睛看着在你 你在寻求的东西 上帝已经给你了 你会 达到天堂的 现代的基督徒 关心在他自己的家人太多了 如果要预言不是只是在自己的家人还是儿子的话 你的心要关注在其他的事情 我才可以预言出你的事工 你的命定 你已经得到释放了 但是这个是您的弱点 不要容易感到 发脾气等等 是很容易 被人家出怒的 有三个人 他们一起来愤怒你 我看到的是 一个天使在泼水 降这个火 所以 您得到释放和意志了 圣灵带领我来解开他的麦克风 但是 没有带领我来说话 所以我只是解开他的麦克风而已 然后我没有说话 一解开的时候 这个明弟兄他就 开始在说方言 说方言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 是不是真的来于神的呢 还是来于自己的脑海里的 来于脑海里的就是从撒旦来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明弟兄在说的方言 是来于上帝的 您需要释放 他自己身上会有那个电流 还是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祷告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说 第一句我跟 Esther七号姐妹说的话 就是说 你需要释放 因为我看到你的灵 圣灵已经抓住了 但是我不可以宣布 你已经得释放了 所以我再问上帝 还可以怎么样做的 OK 然后我看到 是关于您的丈夫的问题 原谅您的丈夫了吗 原谅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离婚了 所以你要忘记 他做什么事情在你 因为他做的事情 是一件很坏的事情 OK 这个离婚的场合 不是你弄出来的 然而是他弄出来的 你继续您的原谅 在您的丈夫 我看到你会有一个 一个新的家 一个很美好的周围 您有一个落点 这个落点就是 一个色的 色的落点 我之前有看 色情的网片 我看到是 这位孙女的五月份 她会去到 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关于她的学习 你的经济上 事业上 你失败了 失望了四次